字幕提供 當通訊軟件WhatsApp 初初推出的時候 我還記得是以前的一位舊同事 何禮柱推介我用的 用起來真的非常方便 特別是當你身處外地的時候 能夠免費和香港通話、視像對話都沒問題 只要有網絡就可以了 方便往往都可能真的要付出代價 WhatsApp帳戶被人騎劫的個案 近期是增加了很多 根據警方的數字 只是今年上半年 涉及網上戶口盜用的案件 就有157宗 損失的金額有1300萬 近日香港出現針對WhatsApp和其他即時通訊軟件的釣魚攻擊活動 一刻會在搜尋器那裡搜尋引擎大賣廣告 令到一些藝務WhatsApp的登入網頁置了頂 藝務這些軟件的登入網頁的仿信度相當高 他有登入的指示和二維碼 如果當市主一掃那個二維碼的時候 黑客就能夠進入了市主帳號 而不是市主的裝置 黑客接著就可以獲得帳戶裡面大部分的資訊 和數據存取的權限 包括你的相片、時訊、文件、聊天紀錄和通訊錄等等 甚至會是冒充市主向親友發出訊息 例如要求轉帳、購買點數卡 事後還會用封傳功能隱藏這些訊息 以免市主是發現的 所以大家真的要提高警惕 私隱專員昨天有一個公布 在過去那個月 是接獲了五間社福機構和學校 通報資料外洩事故 而這次的外洩事故 涉及差不多有900人 包括相關機構的受助人、學生、家長、托迷職員 涉及市主、姓名和手提電話號碼等等的個人資料 疑犯就會假冒市主的親友向市主發訊息 要求市主轉發他帳戶的驗證碼 又或者透過假冒的WhatsApp網站 去欺騙市主的電話號碼和帳戶的驗證碼 要來登入市主帳戶的用途 接著不用說 就會冒認市主向他帳戶通訊錄的聯絡人發訊息 騙取金錢又或者騙取他們的個人資料 有一點大家可以留意的 市主的帳戶遭到盜用之後 當然你都要知道自己的帳戶被人盜用了 你才可以做 是可以即時拿回主導權回來的 那些黑客一拿到市主登入的驗證碼 基本上都可以盜用市主的帳戶的 市主也都會被強制退出 再轉到要求輸入手機號碼的畫面 不過當市主再用他註冊的手機號碼登入 就可以拿回帳戶的主導權 即使遺犯盜用市主的帳戶之後 啟動了雙重認證也好 不論市主是否知道雙重認證碼 俗稱PIN的密碼 只要選用短訊SMS收回登入驗證碼就可以了 而反而裝置所盜用的帳戶 便到了他被強制退出 再不能夠用到市主的帳戶 至於為何部分用戶還未能夠透過對話紀錄 察覺自己的帳戶已經被人偷了來用 就是因為被騎劫的帳戶 可以由市主和黑客同時操控 黑客會使用封傳的功能 遮蔽了一些對話紀錄 再向目標聯絡人埋手 所以雙方對話期間 真正用戶的電腦或者手提電話等等這些裝置 是不會彈出提示的 用戶最好是定期檢查 以封傳的訊息有沒有可疑的對話紀錄 一旦發現有可疑 就要知會受影響的聯絡人 如果我們不用通訊軟件 就可以減少個人資料被盜視的機會 不過生活在今天的數碼年代 這個可能已經變成不可能了 我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落實一些 防止別人騎劫和盜用到帳戶的方法 有些甚麼招數呢 第一招很簡單的這個 不要向其他人透露你任何的密碼 或者是驗證碼 第二不要嚴謾法 一定要啟用雙重驗證 第三定期要在WhatsApp設定那裡 要檢查究竟有甚麼裝置連結到你的帳戶 不再用又或者是不明來歷的連結裝置 應該盡快把它刪除 第四要定期檢查已經封傳的WhatsApp訊息 看看有沒有一些可疑的對話紀錄 第五一旦收到別人要求借錢 賠款或者給你的個人資料的訊息 一定要指定對方確認了身份 第六千萬不要在非官方的渠道下載 或者是使用WhatsApp的程式 第七在網上搜尋WhatsApp網頁版面的時候 要留意的連結 避免千萬千萬不要進入假的網站 第八也是非常重要的這一點 千萬不要走去點擊不明來歷的連結 例如是搜尋引擎的廣告 因為那些彈出來的廣告 它說它自己是登入網頁也好 不一定是可信的 WhatsApp的出現其實背後都有一個很傳奇的故事 至於有多傳奇呢 我們看完發在生廣告之後繼續 如果你有頭皮問題的話 不要等了 快點給你電話 黃創安先生55668 299 孖五孖六八二孖九 去做一次免費頭皮檢測 以及去試一下免費的療程體驗 還會送一支旅行裝的發在生殺菌止釀洗法路 真的很好用 快點打電話 孖五孖六八二九九 緊張會否引致脫髮 緊張壓力大都可能增加油脂分泌 影響頭髮健康 所以淨化無狼步驟很重要 配合疏通經絡 頭皮放鬆舒服 又可以改善脫髮 頭髮問題和AI chat 不如和黃先生 chat 打電話和我查一下 WhatsApp的出現是一個很傳奇的故事 為何這樣說 WhatsApp的共同創辦人 簡父母 Jan Kuhn 他就是靠著一本二手書 自學編碼 這個技巧技能 在度過和他相依為命的媽媽的過世 以及被Facebook拒絕僱傭 和艱難的創業初期之後 就是憑著這本書 成功地翻轉到明雲 成為全美國最有錢的億萬富翁之一 Jan小時候 因為烏克蘭的政治迫害 和媽媽移居到美國 在第二度生活當然不容易 中學時期Jan在雜貨店做打掃 來幫忙維持加計 因為很窮 所以很窮令他甚至需要靠食物圈 Food Stamps來過活 Jan在18歲的時候 對這個程式語言 產生了很濃郁的興趣 從此走上了一條 始料不及的人生道路 當時Jan真的很渴望去學習這個程式語言 她沒有錢買書 也因為這樣她先向二手書店買了一本相關的書籍 學完之後再賣給書店 由此可見 這位科技強人日後的成功 不只是幸運那麼簡單 WhatsApp另外一個共同創辦人 叫做布萊恩·艾克頓 Brian Acton 他是Jan生命當中 不可或缺的好朋友 兩個人都一起在Yahoo的廣告部門做事 在那時認識 一起在2007年離職 因為他們認為做廣告 是沒有辦法使人的生活更加好 Jan的LinkedIn工作經歷欄上 甚至只是打了 did some work做過一些事情 這幾個字 新生應用程式的下載次數 通常都不會很多 WhatsApp當然也不例外 初初推出的時候 下載的次數只有幾百人 而且用這個軟件的時候 經常都會卡住卡住 Jan只能一步一步修正這些問題 同時都萌生了放棄的念頭 不過幸好有Brian在這裡 阻止他不要這樣做 就告訴他 如果你現在就放棄就是白癡了 你給你自己的產品 多幾個月的時間 轉機的確發生了幾個月之後 蘋果在同年的6月 發布了推播功能 WhatsApp使用的人士 在每更改一次的狀態 這個推播通知都會立即有顯示 讓使用者開始用狀態去聊天 變成了一種你來我往的對話狀態 例如一個人可以把狀態的status 改變成為我太眼起來了 而另一個又可以改為快點出門口 這些類似信息來往的模式 Jan意識到她在模擬之中 創造了一款傳輸信息的應用程式 她拿著這個契機 接著就推出了WhatsApp的2.0 改版之後的應用程式 加入了信息的功能 而WhatsApp也是當時唯一一款 只需要綁定電話號碼 便可以用的通訊體 她那個方便的地方 是遠勝過其他通訊圓體 Jan看著使用的人數 因為這樣慢慢飆升到25萬人 那時決定要找一個好兄弟 Brian Brian Acton出來 再一次走在一起 做一個轟轟烈烈的事業 做合作拍檔 2013年2月WhatsApp的活躍用戶很快 真的升得 已經眨眼去到2億 而公司的估值也是 隨之而上漲 去到15億的美金 2014年Jan 就被Facebook的老闆 朱克伯格請他們去家裡吃晚餐 跟著對WhatsApp提出收購的議員 根據富比士的報道 當年Jan和Brian離開了Yahoo之後 是希望去Facebook做事 但遭到拒絕 Brian甚至是自嘲說 我們是被Facebook拒絕俱樂部的成員 不過這段內人尋味的過去 沒有變得 是這次他們所謙談收購的一塊半腳石 10月之後 Facebook就願意用190億美金的現金 加股票的方式去收購WhatsApp Jan和Brian繼續留在WhatsApp 擔任領導要職 這段關係不是維持了很久 2017至2018年 Jan和Brian陸續宣布由Facebook離職 雖然並沒有對外說明是甚麼原因 不過華盛頓郵報曾經是報導過 雙方在用戶隱私的觀念上 是有很巨大的衝突 他們兩位都是在廣告部門出身的做過 對於數據精準行銷 是感到深惡痛絕 Brian甚至在Twitter上呼籲大家 刪除了Facebook的帳號 世事是否真的很難說呢